我看见很多粉丝说不会打单排决赛圈 一到决赛圈就感觉哪里都有人 没处停车 心慌的不行 那这期视频就带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打决赛圈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本局段位三级出第三天的新段三 可以看到现在第四个圈已经刷出来了 一般来讲第三个圈往后的圈就叫决赛圈 虽然现在我距离圈还有差不多两千米 但只要我在第四个圈刷完之前 我能进到圈里就毒不死我 如果第四个圈刷完 我没进去那我就会被毒死 所以一般来讲 抗毒不要扛到第四个圈 像这个圈形 我一般是比较喜欢缺二城背后的山头 因为这个山头一般人他不敢来站这里 看看有没有人 如果没人的话我们就把这里占了 如果有人的话我们直接掉头就走 这里有个蹦蹦 直接掉头就走 来站圈中心的这个厕所 这样才可以确保第五个圈第六个圈大概率再缺 像这种呆瓜直接下车跟他打就行了 第五个圈刷了我还在缺 像这种情况就不要乱动 等着人来忙我们就行了 身后来了一个蹦蹦 本来想扫他的结果被学校的人把我点残了 在这个厕所里边不要慌 一般人的话他雷是扔不进来了 因为这个窗口太小了 大部分玩单排的都是开出了一个 手太抖了 一抖他就很难扔进来 我这半天都找不到角度 气死我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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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小地图现在第六个圈杀了我不带圈 现在圈中心就有一个厕所厕所是有人的 那么像这种圈该怎么进呢 好好看啊子弹该丢的就丢把包里的图置物全给他剪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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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圈,现在第7个圈刷了,我还不再拳 这个吉普没有人打他,那说明他这个位置应该是安全的 我们直接开车来这个吉普给娘,顺便把这个人头也给他补一下 这个就是单牌,只不过这个人他有那个心电什么除颤器,他可以自己救自己的 叔那边去了一个人 打中了两枪 OK,成功进到圈里,进到圈里之后赶紧跑,为什么要跑呢,因为要躲雷 防止别人拿雷炸我,就刚才那个术后的人防止他拿雷炸我 这个马山应该是刚玩单牌的,比较慌张,不知道去哪直接被我扫下来了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重点ر 就是 我们在阻挡的 我们都陪